哎 老师最近我的股票 上上下下 不知道该出还是该报 怎么办呢 别担心 我会在群组推荐 优质的潜力股 哎 心动了吗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赶快加入老师的群组 赶快加入老师的群组 你也想要就别错过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要你股长 我是发音 我是袁中林 然后台股间再度是遭到卖压 开盘就下跌了128点 随后在全只股的走低之下 再度失守了2万点的关卡 中场下错了274点 收在19857点 全只股市全面走弱 不过散热族群市场 观光跟营建类股 都是逆势抗跌 但老师近期台股的震荡 都是大涨大跌 动辄百点 那如此剧烈的走势下 有什么投资朋友 需要多加留意的吗 的确 就像欢迎所讲的 那因为昨天 美国倒穷工业指数 微微跌了 其他废半这些都上涨 是 但是 Meta就是脸书 它的这个业绩展望保守 然后就说AI的支出太高了 结果投资人不买单 它的盘后大跌18% IBM它的获利也疲软 跌了8.5% 所以影响到高科技股的走势 盘后的走势都影响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一开盘的时候 日经就跌了2% 恒生盘中还稍微稳一点 大概在平盘左右 那今天台币贬值了0.69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走势 就是这样的 一开盘是就是来到这个 跌到这个支撑跟压力区 这个地方就是19,930点这个地方 那今天的走势 大家可以发现 跟昨天的这个正好几乎是相反 所以今天的走势 一直都是在这个均价线之下 所以你看到这个 在均价线之下的走势 就是相对比较疲弱的这个走势 所以中场就大跌274点 那OTC的股票相对稍微强一点点 那今天类股行情 对类股行情 电子类股还是没有60% 那AI股14% 半导体21% 其他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那个重电股10% 航运 还有这个银件类股5% 然后这个电线电缆2% 这个把这个成交都分散到这边 那这边有一个这个比较突出来 这个是那个有关云端的这个股票 就是我们讲的摩摩台的 摩摩台叫什么 购物台 对摩摩台就是富邦 富邦的这个富邦科技 它这个摩摩台 它这个涨势比较多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加选指数 这个加选指数 我们为什么会今天会有这种 因为这是要做成一个这个底部 所以要反复测试 测试这个季线的支撑 是不是就是守得住 那因为前几天 来到这个支撑的季线的前面 止住了 所以现在呢 很有可能来这边再打第二只脚 打第二只脚的话 可以会比较稳固 然后如果稳住了以后 短期底部形成以后 再往上攻的话 这样是比较好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在那个2021年COVID-19 它这个本土病例发生了大跌 大跌以后呢 也是好几天的这个盘整 盘整以后 最后拉出一个这个长虹 这个变成这个单白冰 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反扑线 这个反扑线出现以后呢 然后一路大涨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走势呢 也有可能来反复测试 因为多头走势呢 就是环掌集叠 环掌集叠 这是多头走势的特征 好 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不要忘记加入 袁老师的LINE 才不会错过老师分享的标股 袁老师的个人频道 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一定一定要锁定到节目的最后 因为我们还有乱乱买 然后有级包他了 好 那今天外资 是 他现货卖超了246亿 这个哇 也是 就是 昨天大大买 今天大大大卖 好 那投信买超了 买超31亿 晋银商卖超28亿 那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 就是期货的部分 外资他仍然有1万多口的空单 今天他从13000口 又变成17000口 所以他仍然是 这个非常小心谨慎要避险 所以他这1万多口 今天是获胜 因为今天大跌 所以他指数的部分 他是获胜的 所以这个样子可以帮助他 减少一些这个 因为现货下跌的损失 所以他这个是避险的操作 好 那融资予额 那散户通常又慢一天 所以昨天 昨天大涨 所以又买超了21亿 融资予额又多了21亿 是来到2790亿 对 那这个相对比较高点 好 台积电呢 就是这一段期间 我们讲说是在 相信这里 测试这个 测试这个跳空缺口 36号到37号 跳空缺口 那现在就是 一直在这个箱形整理 那之前有稍微跌破一点点 然后迅速的来到箱形整理 是 所以持续在这箱形整理呢 对大盘来讲就是说 大盘可以稳住 不会再继续重挫 好 那台积电 外资的持股现在是72% 如果要恢复到2017 88的话 有很多股票要恢复 所以这个就是台积电潜在的买盘 好 今天高价股 今天高价股是相反的 对表现不好 大部分三分之二是绿色 是下跌的 那其中有这个普瑞KY 普瑞KY这个 他法说会 结果变成法会 这个他说什么呢 因为说同业杀价 库存还要再继续消化 毛利率降到五年的新低 是 42.8% 所以这个一出来呢 一开板没多久 马上就跌停 这个就是他最近持续的疲弱 这个疲弱 那力旺今天也是杀到跌停 这相对的是两个比较弱势的 好 那今天有这个创意 他今天下午 他要发表那获利的这个 这个业绩报告 好 那我们来看 昨天有讲说 这个英特尔背书 这个水冷散热 那其中有一支 最近冒出头的急冒 1587的急冒 今天仍然是非常的强势 这个新串出来的 今天又拉到涨停 所以这个是小标股 好 那世新KY 我们讲说他在这个地方是来到支撑区 那目前仍然持续在这个地方 要打出一个坚实的这个底部 大概在2700到3000 持续在这个地方打 那如果是整理越久的话呢 这个底部打的越坚实 以后就不容易再跌破了 好 IC设计 对这个IC设计软体类股表现好的也有表现差的也是 就是力旺跟这个PROAQI 好今天金利科表现特别强 那因为他前几天呢 是特别弱势 昨天还跌停板 今天暴富性的反弹 几乎快要涨停板 那他现在被关起来是关20分钟一盘 所以他现在是量是出不来的 就是非常少 那金利科就是有这种例子 他三四年前呢 他也是这个大标 标到600块 然后一路下沙 沙到这个三四百块 然后又继续再拉一波 所以今年有可能复制当年的这个行星 好 AI概念股 今天表现比较好的 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个光宝克跟台达电 这两个呢 就是之前是比较弱势的 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呢 因为你这个这个AI伺服器 不管是GP200或其他的这个伺服器 一定少不了电源供应器 而且又是这个可以耐这个高压的 这个电源供应器 像这个光宝克 台达电 他们都是生产这个光 这个高速高热的 高压的这个光 这个 供应器 对 电源供应器 UPS 好 那这个呢就是 AI伺服器 他少不了的一个这个产品 所以现在他目前也在这个地方呢 打出一个底部 两个走势都非常相似 好 那鸿海 鸿海这个今天 昨天很强 那我们说今天他仍然是在这个140到160的这个区间 在这边整理 因为他的这个GP200的出货9月要出货 所以这个跟广达手吸手一起要出货 所以这个他为了营收会持续大成长 对这个鸿海这个集团来讲呢 这个营收贡献会非常大 好 祝你的手机扫描频道的QR Code 才能掌握每日市场最新的潜力黑马股哦 的留言跟按赞都是老师解盘的动力哦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雷克 好 今天雷克 这个表现很强 然后又拉到掌停板 那我们这个之前呢 这个相对了有一段时间 在2月20号呢 那个地方 比较低的价位不到40元 那时候进入以后呢买进以后呢 他横向整理一段 哇 最近这个在3月底4月初才这个这个大涨 是 然后后来又横向整理 今天又拉涨停 日市上涨 又突出这个这个这个横向整理 那因为他的这个 他代理德国的这个COAS设备 对 获得台积电还有风霜测试场的这个青睐 所以这个题材对他来讲 因为风霜测试的这个设备呢 未来仍然是持续看好 好 爱姆勒 这个我们在3月中的时候 跟大家讲 在这个地方进场 不到36块 那进场以后呢 没什么表现 都持续在箱形整理 箱形整理 但是呢 它箱形整理到了这个 上礼拜五大跌的时候呢 它表现相对抗跌 结果呢 今天就这个展示 这个强势出来 突破了箱形整理 拉出一根藏红 掌停板 那它这个就是 冰四啊 BMW都需要用的这个散热晶片呢 散热模组 就是采用爱姆勒的这个产品 好 那这档呢 仍然有高价 可以继续持贷 期待 可以期待 好 那达能 我们讲前两天很强 那今天呢 射到这个当 葛日冲的卖羊 所以就拉出一根这个藏黑 那这根藏黑呢 就是相当于那个乌云罩顶 乌云罩顶的话呢 整理五到八天 对 股价就要整理五到八天 好 那天悦店 天悦店这个前两天也是很强 我们讲说它主力呢 好像不让这个 葛日冲的这个卖盘影响了 是 连两天拉涨停 很努力的 今天盘中也拉涨停 但是呢 后来 可惜杀下来 对杀下来 杀下来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香玉线 它也是K线反转的形态 所以呢 也是要整理 整理五到八天 五到八天 好 好 那瑟天 瑟天这个之前 这个表现相对大盘是比较稳的 那今天很可惜的 他这个盘中有拉高 但是尾盘的时候 回复到平盘 就出现了一个流星的这个K线走势 那流星K线走势 如果说明天又收黑的话呢 那他就注定要整理五到八天了 好 那佩尔声音 那下面这三档 那大家都可能都不会这个 都不熟悉 因为我们讲了好几天了 是 佩尔声音 这个之前很强 然后这边呢 出现回档 然后回档以后又继续 继续马上就拉起来 基因电路拉到掌心板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的呢 就是细胞基因疗法的这个 癌症药 癌症细胞的这个基因疗法 他这个可以改善这个 这个标靶 这个细胞的这个 他这个生产这个标靶细胞的这个比例 还有这个速度呢 都会很快 那这个呢就对这个癌症的病患 会很很这个很好 对他们来讲是一大利多 那为什么他们今天会这几天会特别强呢 因为癌症次世代的基因定序检测 这已经确定纳入健保了 5月1号开始就纳入健保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声音这个股价呢 就不寂寞就拉到掌心板 还有这个训练基因 也是我们前两天介绍的 他也是基因检测 定序的这个基因检测NGS 这也是5月1号要纳入健保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今天尾盘的时候 怎么突然间尾盘15分20分 一路狂飙拉到掌心板 本来是要死不活的 在这盘子下要死不活 就一路狂飞 对 然后这个会智呢也是一样 本来是相当弱势 昨天是被隔日冲杀下来 今天也是一样 钥匙不活 尾盘15分钟的时候 就拉上掌心板 原来就是5月1号 这个要符合健保 要纳入健保 这个基因检测 好 艾马斯科技 这个 他的目前仍然是在这个横向整理 因为他的AI的营收比例 高达50% 他是最纯的 这个AI概念股 对没错 这个整理完了以后 仍然有这个高价可以期待 可以往这个400块来测试 好 今天仍然很强 他5分钟处置到4月26 那就是明天 对 所以他现在呢 不甘寂寞 好像要 存存欲动 要突破这个整理区 那今天已经稍微突破 76块 70块6 那相对强势 这个股价呢 仍然有高价可以期待 好 所罗门 所罗门 哇 因为这几天 黄仁勋讲了 黄仁勋在开这个研讨会的时候 讲说 未来呢 人型机器人是主流 每一个家庭呢 可能都会有一台这个人型机器人 因为他的售价不高 对 到2万美元而已 所以几乎每个家庭都会 几乎 未来的 未来有一天呢 每个家庭大概都有一个机器人 那就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那而且AI将来可以帮助节能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好 然后呢 昨天马斯克 那特斯拉的马斯克 他们又讲说 他们这个今年到明年呢 就要开始量产 这个人型机器人 没错 Optimus Optimus这个机器人 哇 那所以说所罗门呢 这两天又非常非常强 一下子又拉上天 所以这个人型机器人呢 是未来一定的趋势 对很好体裁 没错 好何春 他也是属于机器人概念股 今天稍微相对强势 那后来呢 拉上了这个涨停板子上 涨了0.2元 仍然是相对的强势 好 那秦凯 秦凯他是第三代半导体的这个 概念股 他是导电僵 那之前呢 这段期间呢 是跟着 跟着这个大盘大跌 结果呢 他相对比较强 在整理完了以后 今天好像蠢蠢欲动 有这个意思呢 要往上突破 有这个意思要往上突破 那如果说他这个未来两天 他可以迅速的克服这个上引线的话呢 那他有一番这个这个作为就可以往上攻了 那要不然的话就可能还要再稍微整理 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 隆德造船这个今天很有趣的 跟大家讲很有趣的 自动扶正船 对 前两天有网友在这个把这个影片传出来 这个是隆德造船他造的海上搜救的这个救难艇 那这个救难艇好酷 这都不会翻船了吗 对 你好聪明 你好聪明 360度自动扶正 而且10秒钟 他就可以这个船就可以扶正了 因为因为他这个 他是为了要紧急救难嘛 所以他的速度冲很快 然后呢 如果万一不小心翻船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自动扶正 这个才是达到这个搜救艇的这个这个功用 这个是隆德造船他做的 所以你看他的技术呢 几乎把这个这个造船呢 当作玩具这样再弄 所以这个造船技术非常非常对 所以这股价呢 在这边整理以后呢 几乎有这个希望呢 持续可以可以希望 才往140这个地方创新高 好 那尹汉 那这个他是 我们讲说 他是一冷机柜的这个概念股 那今天受到这个格日松卖押 那留下一根长商银线 所以可能要这个 来个五到八天的整理 好 那雷迪克光协 在这个地方我们说他是受到那个 空头吞噬 对空头吞噬没错 整理五到八天 整理五到八天 结果主力不甘寂寞 他根本就还没有五到八天 他就迫不及待把它往上来 对往上来 所以他现在显示呢是相对强势 现在相对强势 现在相对强势 因为他的子公司群鸿 也这个 这个 打入AI伺服器 对 设计散热机构 打入 灰达的这个 AI伺服器供应链 没错 认证合格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玉邦 玉邦他是这个 AI伺服器GPU主板上的一个叫做什么 Vchip Vchip就是这个表面粘着型的这个晶片电容 是 他是法然很肯定的受惠AI纯度最高的 被动元件的概念股 所以这里整理以后呢 往上突破 那今天创新高 那个有希望在持续在往上攻高 这个是 一个这个 因为他的本质很好 可以持续在往上 对可以持续在往上 好 那台信科呢 台信科跟玉邦有什么关系呢 他因为他有持有25000张的玉邦 他也是 他也是这个被动元件的这个概念股 他是生产这个电感的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线型 他呈现一个收敛的上升三角形 所以呢 这个台信科他是 你可以用这个比较中长级的眼光来持有 好 因为他相对的股价相对的 比较没有涨到 那这个的话 未来很有机会也会造成这个股价持续往上 这个台信科 那这个再来这个玉华店 玉华店他是这个机体电路 还有电晶体的这个导线架制造商 而且他是全球5家COF 就是LED面板驱动IC的这个软性的IC基板的制造商 那我们看到股价呢 他打底了非常久 现在呢 从周线角度来看呢 是打了一个非常大的底 很好的底部 对啊 那这个呢 有希望再持续再往上攻 这个这个底部已经打了这个一年多的这个底部 这个非常好 魂固了吗 对 好 那这个可以注意 好 选择好的股票挑剔进场的时机呢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如果您也不想错过标股 就记得加入袁老师的line at 要你故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